最近杨子的资源真的是好到不行 前不久刚刚揭拍了新剧《沉香如谢》 紧跟着又参加了向往的生活 如今还在综艺《蒙探探探案》中做起了固定嘉宾 这程度是要开启大平模式的节奏 众所周知杨子是以童星的身份被大家熟知的 当年内部《家有儿女》不知道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要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 对 所以对于杨子很多观众都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而他如今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知道转型对童星来说是很难的 再加上青春期的到来 很多童星在外貌和声音上都会有一些变化 就拿《家有儿女》里的夏宇来说吧 小时候的夏宇是很可爱的 在电视剧里也很招人喜欢 可长大后的夏宇却变胖发福 没了以前的可爱劲 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长残了 虽然目前也是在读电影学院 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这也算是童星的一大烦恼 而杨子也经历过这个时段 当时他发胖长痘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戏拍 甚至连妈妈宋丹丹都劝他退圈 去干点别的活 但好在女大十八遍越变越好看 凭借着自身的实力 杨子还是顺利转型 成为了一位实力派演员 跟张一山一样 都是走的老细骨的道路 你把他吃了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来烦你 永远都不会见到我了 而且自从2018年的 香蜜沉沉进入霜之后 杨子的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之后更是新剧频出 成为了近两年最火的人气响花 一般来说明星都会在自己 大火的时候增加曝光料 来获取观众更多的关注 但杨子却在自己名气最高的时候 选择停下来 放慢节奏 去调整自己的生活 这对于身处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娱乐圈是很残酷的 很容易就会被新人刷下来 可即便如此 杨子还是选择停下来 去沉淀自己 给抽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觉得自己状态不对 毕竟要走的是实力派路线 注重更多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没有好状态 怎么能行呢 有意思的是 在重新回归的第一天 杨子就凭借一张爆娃图登上了微博热搜 当时他正在出席武汉的一场活动 或许是因为休息了一段时间的缘故 在活动现场 杨子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好 当年的妆容也很精致 再加上是第一天复工 所以很多粉丝都前来捧场 其中一位带娃的女粉丝 成功引起了小猴子的注意 毕竟小朋友那么可爱 谁又能抵挡得了呢 所以在小女孩伸手要抱抱的时候 杨子毫不犹豫地抱了起来 看着小女孩的眼神呢 也是十分温柔 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有爱 就连小女孩的妈妈都激动地哭了 这件事传到网上之后 杨子获得了很多路人的点赞 而小女孩也成了众人的羡慕对象 甚至还激起了不少人生娃的欲望 看来以后是准备要带娃追星了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杨子的路人员还是很好的 虽然身为一位人际偶像 但私下呢却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十分的接地气 这样平易近人的小猴子 怎么会不被全粉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